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賴秉瑞 今天再來跟大家聊一聊梳頭這件事 好我們今天主要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梳頭的心法 工法跟心法的結合 可以讓梳頭的效果更好 前面一支影片已經完整的介紹梳頭的方法 由來以及他的效果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回到上一支影片再好好的去複習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一聊心法的部分 其實心法為什麼那麼重要呢 因為 我們的身體有很多的毛病 如果只是單純身體的問題 梳頭這個方式 效果是相當好的 可是現代人因為 有很多的壓力 包含工作的壓力 家庭的壓力 與人際相處的很多的壓力 造成這些問題啊 通常都不是只是身體的狀況 它是身心交錯 而產生的一種 複雜的現象 如果只是單純用這個 工法的方式來解決 它不足以完全的化解 可能還要加上一些心法的作用 大家有聽過所謂的這個 自律神經失調 自律神經失調 它就是我們身體本來有一些可以自我掌控的功能 它喪失了 所以它會造成一些 身體的不適 包含這個 心悸啊 胸悶啊 呼吸不順啊 它都是來自於 身心交錯的這個現象 所以 一定要在 工法跟心法上要好好的 同時來講究 才可能完全的化解 其實啊 當我們用不同的心境 去從事同一鍵的時候 它得到的結果 是截然不同的 那為什麼心法這麼重要呢 好 我們可以用 三個面向 好 去了解 長 寬 跟高 長就是延長 當我們用正確的心境去從事 可以延長 它的效果 寬 是 拓寬 我們可以把 同樣 領會到的心境 運用到生活的 各個面向上 而不僅僅是 這件事而已 高 就是所謂的高深 心境 它可以提高我們的境界 讓我們對這件事情 能夠更加的深入 我們今天可以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好 我們今天在梳頭的時候啊 很容易體會到一種 集中的感覺 當我們體會到這個集中的感覺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運用到 我的工作上 我的工作 一定會更加的有效率 我們李鳳三師傅跟我們說 當我們秉持正確的心法 去從事 每一件事情 我們可以 找到究竟 而從根本上 化解 所有的困難 好 現在呢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李鳳三師傅給我們梳頭的心法 就是 是 理 跟通 是是 是切 是和的意思 好 當我們今天在梳頭之前啊 我們要先醞釀一下 找一把 襯手的梳子 在 是切的時機 用適當的方法 好好去梳 好 接下來在中間的過程當中 我們要講究理 理是什麼 就是梳理 道理 好 因為我們今天梳頭啊 要梳的是我們的經絡 好 我們的經絡當它有阻塞的時候 我們的氣血就不通暢 所以我們今天啊 要把我們的經絡 梳理一下 把它理直 理順 好 好 在結果上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經絡 完全梳到 非常的通暢 能夠達到這個效果 我從前面的 醞釀到中間的過程 以至於它的結果 通通都很講究的時候 我們自然我們的身心就能夠達到一個非常平衡的狀態 我的毛病啊 自然然它就消失了 好 所以這個就是 一個 我們在梳頭上 我們要去醞釀的 一種 心境 跟感覺 好請大家好好好的體會 我還是要跟大家來稍微複習一下梳頭的方法 那先分享一下 李鳳山師傅給我們的口訣 由前往後 順勢一貫 一次三百 和緩貼切 好 當我們在梳洞的時候啊 我們呢要由前往後梳 從頭髮的前緣 梳到我們的頸椎的地方 順勢一貫 好梳的時候要順著我們的髮流的方向走 然後 一次到底 好不要有中斷的現象 好一次三百 因為我們這個梳頭屬於這種 按摩法 所以亮牙一定要稍微多一點 好三百下是一個基本的數 大概 10分鐘的時間 好請大家 要 耐著性子 好好的去 試試看 好最後一個叫 要合緩貼切 也就是說我們在梳的時候 要保持合緩 好不要 這個忽快忽慢 或者是忽輕忽重的 要貼切 好因為貼的 要貼的是我們的頭皮 因為我們要梳洞的是頭皮下面的筋絡 所以 要一定要貼著頭皮走 好 那 我還是一樣 稍微示範一下給大家看 好 好 首先呢 我的方法是從 右手 梳洞右邊 1 2 3 4 5 右手梳洞五下 好梳到中間的時候換左手 6 7 8 9 10 好梳完左邊了 我再往回梳 11 12 13 14 15 好一樣梳到中間的時候換 右手 16 17 18 19 20 我們今天就示範梳20下 那大家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反覆的 直到梳到300下為止 當然梳頭這件事情 多多益善 所以大家 都可以好好的來 感覺一下 好 那我今天就跟大家 分享到這邊 如果對我們的日月書 有興趣的 觀眾朋友 你們都可以在下面的說明欄 看到我們的資訊 可以跟我們聯絡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對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